新北市的宝大远景利用人脸的辨识系统就戳破了窃盗通缉犯的谎言 这是昨天深夜 新北市的宝大远景在进行巡逻的时候呢 有一名打扮中性的女子一个人拖着行李在街头 然后远景就上前的关心 没想到他却反应非常的紧张 让这个远景觉得有问题来进行盘查 但是他本来先谎报的是朋友的身份证号码被远景给试破 接下来就透过最新的人脸辨识系统将他的照片输入立刻揭开他 根本是通缉犯 看见男子一人深夜里拖着行李在街头徘徊 远景上前关心 但一听声音才发现是位女孩子 打扮中性的女子一看到警察居然脸色大变神情慌张 远景发觉他心机可疑进行盘查 派被警方查出真实身份 女子谎报朋友的身份证号码 但远景一输入M Police查询 马上试破他的谎言 眼看女子一直不肯配合 远景干脆透过人脸辨识系统 因为只要拍下照片输入年纪性别 不管造型打扮怎么变都能找出身份 果然不到几秒钟时间就真想大白 原来他是怯到通缉犯 证据就在眼前女嫌犯依旧拼命狡辩 还使出苦肉计在远景面前放声大哭 他当时辨识出来的时候 有提示那个相片给他看 那他也是极力的佛认 说那个人并不是他 经过核对确实是他本人无误 但实在是百口莫辩 女子只好乖乖就呆 原来嫌犯因为和家人吵架 夫妻离家 正准备打电话请朋友接应 没想到却遇上警察 女子躲了一年终究还是躲不过高科技 记者新北市综合报道